那接下来呢 咱们话不多说 还是要给我们大家带来展示 你看一般射箭的 你是要射箭的吧 挑战 苹果 站在墙上 对 头上顶一个苹果 我们这样 我们请潮汐先生上台 在他头上放一个苹果 你用双截棍把苹果打碎 我尽量的 我尽量 来 我们掌声欢迎潮汐啊 智杰 刚才你说了 可以用双截棍打碎这个苹果 那你觉得这个苹果 我们是怎么呈现给你 咱保险一点 保险一点 我是 比如说这个 放在老师的头上 我是没问题 但是我感觉老师这个 是老师 头上就 我们就算了 放在头上 放在手上吧 放在手上 放在手上吧 好吧 好的 老师 这个手稍微抬高一点 别抖啊 别躲啊 别晃啊 别摇啊 保持住啊 看出来西哥的害怕了 西哥这个造型很不错 西哥其实害怕极了 但是要假装很稳定 苹果在抖 苹果是无辜的 西哥在抖 好笑子啊 好笑子啊 哎呀 故意搞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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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他是试一下 大家看到了 刚才这个就是 我们展示的这苹果啊 来 摄像机给一个特写看一下 这苹果的 这是算面冲我的这个左上方啊 已经被足足打掉了一块 当然了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 这是危险动作 千万不要尝试 在这儿呢 我们也代表今天所有的企业家 和人力资源专家 祝福我们电视机前 所有非你莫属的观众朋友们 新的一年 岁岁平安 祝福大家 也感谢潮西先生啊 冒着这个危险 说说感受 刚才那一瞬间感觉怎么样 从理性上来说 我对于冠军的信任 我觉得他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那一刻还是有点害怕 对 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 危险动作 千万不要轻易地尝试 好 感谢潮西 谢谢 刚才呢 世杰是给我们展示了 用这个双截棍 平着击打苹果 还有没有更高难的 由一到南 下面咱就是用双截棍 开瓶盖 我来吧 我来 我来 那行 杨荣吧 杨荣吧 杨荣今天穿了一条 特别好看的裙子 杨荣主要是 这是裤子 杨荣老师 因为他单身 我主要不是 我主要想说 世杰穿也白的 我也是白的 多大呀 是不是 拿着这个站到中间 好 我们问一下世杰 这个我们的嘉宾 就这样手持 这个瓶子就可以 是吧 他要面对我 老师你要面对我 然后双手 他这个力度是很大的 千万不要脱手 杨荣这一幕特别像那个 请喝水吧 辛苦了 杨荣你不要不敢看啊 他那个打好像是 你是在旋转那个盖 对吗 要打到这个盖子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他是不停地打一下转一下 是这意思吗 这个难度大了 我问一下杨荣啊 紧张吗 刚才拿着这瓶子 其实挺紧张的 我特别担心他把我的手给 给那个就是 用他的棍子打到 那我问一下 他这个打这个瓶盖的时候 你感觉力度重吗 我感觉还前面第一次挺轻的 但他力度在加大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是 我在想 我就应该还相信他的专业 所以我每次都得特别紧 想着他 因为我想我松的话 可能他这个 他完成这个工作更难 所以我就觉得每次 他第一次打得算轻 但是我握得要松一点 还是非常配合的 你得紧一点 你我想这样 对 帮忙 这样我自己安全一点 谢谢杨荣 谢谢 感谢杨荣